三藩士多的社區組織和醫院共同成立一個 專為華裔社區提供資訊的華人社區抗疫聯盟 希望按社區的需要而解答市民對疫情的問題 陳嘉琦報導 由安勒自助處和美亞醫療集團等牽頭的 華人社區抗疫聯盟今日正式成立 安勒行政主任鍾月娟表示 她的一名醫生朋友近日向她透露 有新冠肺炎病徵但未確診的人想吃消炎藥減輕病情 千萬不要吃Ibeprofen 因為這種藥可能反而令病情惡化 鍾月娟說這個例子令她反思 圍繞著新冠病毒的資訊 可能很多長者和不懂英文的人根本甚麼都不知道 因此她認為社區有必要成立一個工作小組 用中文和市民溝通關於抗疫的資訊 發覺原來COVID-19真的有很多關於藥 戴不戴口罩 有很多問題我們懂英文的 就在電視和其他傳媒都看到 但不懂說英文的老人家或者唐人 就真的對這些知識是不深入的 這個工作小組將隔幾天開一次會 了解華人社區對疫情的疑問 並會找出最適合的人選透過廣告和印刷小賊子等 和社區分享資訊 聯盟表示因此他們極需要市民的投入 告訴他們大家想知道甚麼 事參事佩斯金說 市府向市內的散訪大廈撥款 資助他們進行額外的清潔工作 這項計劃已實施 衛生局會派人巡查 佩斯金又透露 市府現在已找到3500間酒店房 被居無定所的確診者入住隔離 而需要共用廁所、廚房的散訪戶 雖然居住環境不適宜居家抗疫 但佩斯金說 全市的散訪戶有1萬9千個 根本不可能為他們全部提供隔離居所 因此除非他們出現病徵或確診 否則只能留在散訪居家抗疫 此外近日在社交媒體上流傳 警員說在街上見到警察時 一旦警員問你要去哪裡 市民如果答說約了朋友或散步等等 警員就會開出300至500元的罰單 中央警局分局長盈文要澄清 這些只是謠傳 警方還未向任何市民發出罰單 也不傾向這樣做 反而是有一些非必要營業的商戶 不理勸了繼續營業 警員也只是落案做紀錄 警員不在額外 警員不暴望向外 因為如果是正常市場 或是正常市場 那是好 但若果然 如果警察公司 那些是正常人 他們都會被揭穫 他們也有機會 要來處理 和他們會有些討論 要確實在 那些人都可以 為人們都需要 亦民耀指出 每个分局近期都获分派更多的巡警和警长 因此在抗疫期间 警力绝对不成问题 26台记者陈嘉琪报道